有時候我真的想把他頭固定 然後散去就散去就散去就散去 我要三個耳包拿打響他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想成為人生失敗者吧 我人生都是坑啦 一直不斷地掉下去 學生先生對不起我們 我就是個受害者啊 但我人生怎麼會這樣 都是那些人害我的 啊好懶喔 減肥從明天開始啊 今天要努力吃飯 因為為了明天要減肥 屁勒 你到明天也不會開始減肥了好嗎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品輝少女的頻道 我是艾達 今天我就打扮了一個陷阱的樣子 沒錯 我今天要來負能量一下 你知道當媽媽當久了 不是 是少女撿到槍 我忘記我是品味少女了 對 是少女撿到槍 好 今天要講什麼呢 我看到身邊有些朋友 有一些很不好的習慣 而且我覺得這些習慣是會 耽誤他的醫生 有時候我真的想把他頭固定 然後散去就散去就散去就散去 不要三個耳包拿打響他 可是偏偏不行嘛 我不能隨便剩下吹配啊 所以呢我只能在這邊講啊 希望他們如果有機會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藉詞打醒他們一下 雖然我覺得很難 我要講的第一種呢 就是那種超級愛抱怨 可是卻什麼都不做 只會抱怨的人 你會發現有種朋友 你每次遇到他的時候 他都在抱怨 可能抱怨他的上司啊 可能抱怨他的同事啊 抱怨他的女朋友啊 甚至抱怨他爸媽啊 抱怨他哥啊 抱怨他的同物啊 反正他只要是生活重要的事情 他看了都不爽 可是你就看他好像也沒在幹嘛 就像我有個女生朋友 他戀愛經驗豐富 不 應該是說他分手經驗豐富 他總是說他遇到好幾個男人 都很爛啊 一個比一個爛 一個比一個渣 然後每一個都耽誤他的青春好多年 要是沒有這個爛男人 在他的人生路上當半小時的話 他現在早就嫁人生子了 早就有幸福的家庭了 因為我是做表演的嘛 JF看到有些人就是很愛抱怨 別人就做了些什麼小動作啊 別人又去把了什麼花招啊 然後他覺得全世界的工作 都應該是他的啊 怎麼可以有別人來搶他的工作 搶他的案子呢 這些老是把自己人生講得很委屈 很煩惱 我人生都是坑啊 一直不斷地掉下去 學生就是對不起我們 我就是個受害者啊 但我人生怎麼會這樣 都是那些人害我的 我過得不好 永遠是別人的錯 你知道嗎 這種聽久了真的覺得夠煩的 你可不可以停止抱怨 不要再抱怨或是酸言酸語了 生活已經夠艱難 大家都很難 不是只有你難 是每一個人都很難好嗎 尤其是現在這個疫情 大家心情這麼不好的時候 大家想聽到的是充滿陽光正能量的消息 而不是聽你在那邊一直XXX抱怨 到底誰有耐心一直聽下去啊 而且說實在 你講完了你也成不了這麼大事 而且到底什麼叫做苦啊 等到你六七十歲的時候 你滿身病痛 然後不能自己吃 不能自己喝 不能自己拉撒睡的時候 那個才叫苦好嗎 你現在有飯吃 有叫睡 甚至有點錢賺 也餓不死 你想想 這樣比較起來你還覺得苦嗎 如果你還有一點點的上進心的話 我拜託你 你現在開始就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你可能是身上身的警察 並不是每一堆都是靠短視 他一定有很多努力是你看不到的 你沒有離開你 他真的是嫌平愛父嗎 搞不好是因為你的不上進才離開你 你的前男友一而再而三而離開你 你覺得他們都是爛男人嗎 如果他們都是爛男人 那你覺得問題是不是在你身上 而且我們人的一生很長 你把現在在野那些小事情 放在整個人生的時間走來看 你就會覺得 那些事情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是超級不重要的小事 而且你仔細想想 你在抱怨那些事情 到底跟你人生有多大的屁關係 所以麻煩你請別再抱怨了 就是你 再來第二種的人 他非常勤勞 他全身上下最勤勞就是他的 不要裝了 就是懶啦 在現實生活中 我知道大家都喜歡耍廢 就像我明明知道運動很重要 可是就會覺得 啊好懶喔 減肥從明天開始啊 今天要努力吃飯 因為為了明天要減肥 屁咧 你到明天也不會開始減肥了好嗎 而且又有些人會把自己的目標定得很高 然後告訴自己說 哇我把目標定得這麼偉大 我把目標定得這麼高 如果我沒有實現 大家應該也不會覺得怎麼樣吧 大家也不會怪我吧 然後一邊喊苦 然後一邊不做 然後又一邊偷偷拉拉 久而久之就放棄了 然後當我什麼事都沒有 然後當人家會說 欸你不是要幹嘛幹嘛嗎 他們又會搬出一堆拉拉扎的藉口 其實就是懶啊 懶惰是大多人的天性 包含我自己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逼我自己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含現在做這個youtube頻道 也是我給自己的一個新的目標 我想要達成什麼樣的成績 然後我必須逼自己一直做下去 而不是隨隨便便覺得 啊好像沒人看 覺得好像很難 然後我就放棄了 而且懶惰久了 一直不斷的拖延下去 懶惰會變成一種習慣 你知道習慣做的東西很恐怖 當習慣已經在你身上根深蒂固 總出了根芳芽之後 你就很難很難再把它戒掉了 看一些療癒的書籍 他總是告訴你說 哎人生嘛 不要跑得這麼快 偶爾也要停下來休息 看看一下路邊的風景啊 人生重要的是過程 不是結果 這些都是拿來安慰那些失敗者的話 人生怎麼不會是一場比賽 我告訴你 人生就是一場比賽 你從他媽生出來就是在比賽 一生出來 大家就開始比較 誰的小孩比較可愛 誰的小孩比較早睡過夜 誰家小孩比較乖 一直到了你上了國小國中 大家開始比誰的成績比較好 誰上了比較好的學校 一直到出了社會 大家開始比較 誰賺比較多的錢 誰的事業比較成功 你想想 為什麼今天是賈伯斯穿辦的蘋果 而不是你 說穿了人生就是一場無止境的比賽 你現在的舒服 代表你老了以後會很辛苦 當別人老了之後 又在那邊喝茶聊天的時候 你卻可能還在問人 你一日三餐而煩惱 我跟你講 人生所有遺憾 都源自於你的內部 畢竟每一件事要多好 不是拿來想的 是拿來做的 如果你不做 一切就等於零 所以拜託大家 千萬不要讓你懶耽誤了你的一生 再來第三個 有些人杯子真的 超滿 完全沒有空杯心態 他們的杯子滿到那個表面張力 已經在那個你知道嗎 杯口邊緣 再多一滴 他就流出來的那麽滿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些人覺得自己不用再學習呢 你知道這世界上的知識有多少 你不知道的事情有多少 難道你一點都不想知道嗎 而且這種人 他完全聽不進別人給他的任何建議 他遠遠覺得自己是對的 他連意思懷疑自己的想法都沒有 人家說三人行必有我師 每一個人 不管他的資歷多錢 就算是小孩 就算是剛出社會的大學生 這些人身上一定都有值得 我們去學習的地方 而且我告訴你啊 真的很厲害的人 永遠不會說自己很厲害 你知道那些在社群上面 一直不斷炫耀的人 他在炫什麼 代表他就越缺少什麼 如果他在社群一直不斷說 哇我超正能量的 代表他超缺正能量的 如果有一個人在社群上 一直說他有多有錢多有錢 代表他媽超缺錢的 所以各位朋友們 一定要把你的杯子清空好嗎 你的杯子清點越空 你的人生才會越滿啊 好了 好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正能量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我們下次見